国中会考在5号公布成绩 其中数学非选择题 第一题要算赢到每毫升多少钱 解体老师说 这大概是国小的程度就可以算出来 没想到还是有7万多名的考生被考倒 那成绩公布之后 学生也要开始选田志愿 今年5位的人数百分比比去年来的高 估计建中北一女的积分门槛 比去年的33.8分高 至少要34分才能考上 天气热民众喜欢来杯首邀饮料消暑 没想到这也成为今年国中会考考题 数学科这一题有7万多名考生爆鸭蛋 题目是店里有三种饮料分为中杯和大杯 自备容器中杯可以折两元 大杯折五元 但有顾客反映自备容器后 有些饮料大杯每毫升的价格 比中杯还要贵 是哪些饮料品项上街问问民众会不会 钱都先扣掉之后 再除以下来 一毫升差不多的价钱吧 想又想国小生也答对了 其实这题很简单 只要把每毫升多少钱算出来就知道 而这题的题目接着问要折多少钱 才能让大杯每毫升比较便宜 老师看到学生答案也很无奈 看到答案类似于67元 我想说得到负的老板还要送你两块钱 至于数学题第二题用三角号制排算角度 球面积更是考导8万名考生 看看成绩出炉最新落点怎么填志愿 专家告诉你 建北的落点分数会比往年增加0.2分 也就是会考积分要34分才能够上 会考分数换算是积分至A++得7分 依此类推 今年5A人数比例比去年还要高 如果想上建中北一女积分至少要34分 副中也要33分 专家也提醒若是志愿填太高 恐怕会被扣分 提醒考生填志愿要仔细考虑 避免成绩高却上不了心中理想学校 电红圈干离台北常有报道